西指的潔洞瀑布沿線風景和美可以通四分尾山 是許多民眾早上黃昏時喜歡登山健行的路線 不過在兩年前的颱風中受創 在通往瀑布第二層的步道邊坡 出現了落石攤坊的情況 只是兩年多的時間到現在都還沒有改善 所以25號的上位議員周阿林就邀請了相關單位人員現場會刊 要求就定清理清除一條原來的通行步道 方便民眾休閒 就從潔洞瀑布進來 只見有人就這麼悠閒地坐在瀑布底下的石頭 輕鬆享受大自然 潔洞瀑布沿線風景優美 許多人會走步道上來 而再往裡頭走 有完整的步道可以直通瀑布的第二層 不過到了這一段步道卻斷了 眼前出現一堆土石樹木擋住 根據了解 因為兩年前的颱風大雨發生土石摊坊 到現在都還沒有清 跟我反映 這位朋友跟我反映說 這條潔洞瀑布已經兩年了 那真的今天我來到現場石地會刊一次之後 確實好像風災過後 恍如昨日大風大雨過後 這樣子的一片狀況 怎麼會兩年時間過去土石摊坊都沒有處理 在借貨陳情之後 25號上午議員周阿林就邀請了市府 公所里長等相關單位人員現場會刊 只見摊坊下來的土還有石頭就這麼擋在路中間 甚至倒下來的樹也是 而西道中也滿部枯植樹木 議員就說雖然已經兩年多 但是看起來還是很像風災 剛過後要求趕快進行改善 把我們現有這樣子的一個攤坊的石頭 還有我們的那些路樹就地取材 也維持現有我們斜洞瀑的這樣子的風貌 把我們現在不好行進的這一段 透過我們這些比較平整的石頭 鋪成一個這樣子的一個道路 讓我們未來在行進這樣子的一個 斜洞瀑布的鏡頭的過程當中 可以比較有更好的這樣子的一個步道可以行駛 只是步道進來有一大段的距離 大型機具進不來 另外怕一挖洞 邊坡鬆動 到時候又會土石崩落 所以在會刊討論之後決定 基本上議員是認為 就地清理 清除一條圓九的步道方便通行 至於一旁也損壞了欄杆 也要求一併改善 那剛剛我也看到旁邊過來過程當中 我們有一些欄杆的部分 確實在這樣子的一個遊客 還是稀稀的這樣子小朋友行駛過程當中 確實會有這樣的危險 那公署他也承諾呢 可以補牆的部分 他們會盡速來補牆 那如果需要改善的話呢 針對一些現有的這樣子的一個欄杆的部分 他們會盡速來做 那我們也希望說呢 把我們潔洞瀑布這樣子的一個 好山好水的環境呢 趕快恢復他原先的這樣子的一個美麗的風 地難下來 請由我們公所來施工 像我站在這個地方 會再重新施作新的欄杆 那我們現在現場就是就地取材 如我們議員講的這樣子的方法下去施工 那在未來的一個一個多月 我們的喜歡爬山的好朋友 就會比較安全的那個石頭接出來 潔洞瀑布是許多民眾早晨黃昏爬山運動的路線 公署將在10天內進場施作 讓休閒民眾有更安全的登山欣賞瀑布的步道可以走 解程慧玲細紙採訪報導